谁喜欢群游性的观赏鱼 还是20厘米的大鱼一起群游 大家好 这里是一二水族 养过龙鱼的朋友应该能认识它 名字就是黑桃A银板 我一直觉得这种观赏鱼长得像那个食人鱼 说到群游 貌似食人鱼群游性也非常好 当然了 黑桃A银板是比较温柔的 因为它没有锋利的牙齿 不会对龙鱼群攻 所以说搭配龙鱼非常的合适 它刚好又是中层观赏鱼 占用鱼缸的一个主要位置 游动起来又非常的好看 但是你可不能突便宜 买回来一大堆小鱼苗 那样的结果就是龙鱼会吃到撑的 黑桃A银板游动速度非常的快 按说一群鱼游动起来 那是非常漂亮的 但是这里也有一个弊端 这种观赏鱼胆子比较小 受到惊吓之后 直接弹射起步 不是飞到鱼缸之外 就是直接撞到鱼缸玻璃上 你应该不想见到这种鸡飞狗跳的情况 那你就让你家里的熊孩子 离它远一点就行了 银板游种类其实有很多 不过黑桃A银板游 属于是比较贵的 想要在鱼缸里面群游 那你就得多攒点私放钱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哪种银板游 跟黑桃A银板长得比较接近 主要是价格还非常便宜的 这样让我们各位鱼友 也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了